超凡 无敌凡 这件外套是我人生中买过最贵最贵的外套 18900元 他朋友度过了今年的冬天 他可以单穿外面的这件GOTEX防风防水 里面的这件是羽绒衣 你也可以单穿非常的保暖 羽绒含量550 结果呢 在前几天我穿着这个外套 走下楼的时候 勾到了门旁边的一个刺出来的东西 看到吗 他就破了 他真的就这样被勾破了 我看到的当下真的是 真的是有X可以形容 那个鞋就这样子 碎掉了 不过也没办法 发生都发生了 那种感觉大概就是你买了一台新车 然后停在路边 然后今天不小心被人家刮了一下 就是这么X 不过好在 我们也有一些好消息 过去的这个礼拜真的超级无敌吗 我两个晚上是完全没有睡的 好几个晚上都是两三点才睡的 但是为了准备我们五月份要出去旅游的东西 还是觉得蛮兴奋的 如果你们有看到我的IG或脸书的话 你们就看到 我们拿到了这个超级无敌赞的BOSS降噪耳机 我拿了银色了 然后等一下准备把黑色的这一支 带上去台北给五一 那另外就是 这个 27吋 皇冠的行李箱 我终于有大行李箱了 所以这一周也不算过得太差啦 现在时间是1点40分 星期六 周末正式开始 去台北找五一吧 现在要去哪里 现在要去哪里 现在要去 坐行程 坐行程 没有 现在要去买咖啡 我快疯掉了 但结果还没喝到咖啡 不开心 才7点而已耶 才7点而已 关什么关 路易家胖老爹 胖老爹 我现在就在喝咖啡 我的这一点毁了 全毁 路易莎可不可以 路易莎就是 品质没有很保证 路易莎就是有时候会很淡啊 没办法 我干嘛都没开 刚好经过这一家 威尔贝克手烘咖啡 试试看吧 装好过完全没有嘛 刚好让我们有机会发新的新的咖啡 还不错 蛮好喝 但是 冰咖啡都有很多种 当然是比较偏 比较苦多 我一点点的 但是是好喝的那一种 有比路易莎好喝 哦比路易莎好喝 为什么爱吃东西 咳咳 咳什么啦 诶 啊你不是说你没有带 所以是要还是不要啊 我要 来史上第一招 史上 诶那你太暗了 过来一点 史上第一招 五一开箱 耶 比爱尔文开箱更专业的五一开箱嘛 诶 这可能有点难超越哦 诶 自己讲对嘛 它其实盒子也很有质感 很有质感 对啊 打开打开 你的是黑色的 然后我拿的 你还跟我说你没有带 但是 咳咳 五一的是黑色的 然后 我的是银色的 这样 感觉如何 按照惯例 先说结论 硬有学就对 诶 诶 它耳机本的话 比照片还好看 呃 你是说我的拍摄技巧 没有那么好 呃 不是这个意思 好 OK 我看我 我们还是 等专业的爱尔文 开箱与评测好了 好了 截至目前为止 你们所看到的 所有的画面 应该都不是这一集的重点 这一集的重点 在明天 所以我们现在先吃个宵夜 然后叫五一用一下 它的降噪耳机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要来规划 西班牙的行程 那我们就直接 明天见 我们现在两个人身心俱疲 因为我们已经在这家餐厅里面待了三个小时 从昨天晚上开始到现在 就一直希望可以把这一次西班牙之旅的所有住宿都把它订完 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把杜拜马德里巴塞隆纳的饭店都订好了 目前基加酒这一趟行程十二天已经花了四万四千一百六十八块 一个人 一个人 西班牙真的好贵哦 现在还不包含什么哈里发塔 普遥公园 圣家堂的本票这些 哦还有 我们还没有订从马德里到巴塞隆纳往返的高铁票 超贵 上百欧元再算 不然这机票就定了 就是要去了 太阳下山之前我们还有个地方要去 我们骑了一个小时的车 我们真的老了耶 这样只有一个小时过来 屁股超痛的 好你们现在看 后面整排都是车一直塞 如果开车来的话其实也没有多好 因为车子太多了 狂塞车 大家都来天元宫赏银 二月份在天元宫这边开的是三色银 现在三月份应该是吉野银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那我们今天就选择在傍晚的时间来 主要是希望可以看到天亮的样子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没有看过 天元宫在晚上点灯的样子长什么样 所以今天就来看一下 这个等公车的人潮 我现在有一个很疯狂的想法 我会把空拍机带过来 我有点想飞下去看那感觉 可是风有点大 现在 我刚刚真的快被吓死了 因为我一边在飞的时候 有另外一台Mavic Air 红色的起飞 然后我们两个继续超近的 然后我就一直在闪对方 然后后来没电了 还给我急速降落 我又怕跟它撞在一起 马上把它拉高回来 哇 两台一起飞有一点危险 这两颗还蛮盛开的 这颗比较大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错过 那个最盛开的时期了 上礼拜 上礼拜也许 点完灯之后 大概就长这个样子 这样真的太缺德了 是谁 吃完蛋糕之后 穿在这边 而且现在很暗 你可以跑过来露面一下 等下又有人给我调料 其实还是蛮漂亮的啦 晚上看的时候 但是我们 因为看到网路上面的照片 以为说旁边的映画会有 灯光去照 结果好像没有 但是第一次晚上看天雲峰 还是蛮漂亮的 而且晚上人比较少 大多数人跟旅行团那些 应该都是白天来看的 晚上人反而比较少 蛮舒服的 天眼宫 拜拜 过来拜啊 拜拜 拜拜 肚子太饿了 我们在下面的Seven 买了尖饺来吃 这样 哦 我们今天要吃的是这个哦 我真的不适合走这路线 要多浮夸 哇塞 超好吃的 好啦 现在时间已经是晚上了 七点钟 我们等一下要起一个小时 回到永和之后 赶快把他们收一收 我就要赶回去新厨 然后连夜把今天这一集的Vlog 把它剪出来 希望可以在礼拜一 晚上六点半 准时上转给大家看 如果你喜欢爱尔文的影片 记得订阅爱尔文的生活记录频道 旁边的铃铛给按下去 然后分享 随便分享 分享给任何人都好 我们就下一次影片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